新竹市106学年度国中记忆教育竞赛 日前在新竹市文化局演艺厅局行颁奖典礼 本届赛事共有八大职群 十二类组472人参加 最后决选出142人获奖 新竹市教育处指出 透过记忆竞赛的过程 协助孩子们可以适性发展 学习自己最适合的记忆 获奖的孩子们对于他们未来去申请 记忆教育里面的实用技能学生 也就是到各相关的高职类科里面去就学 是会有加分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地方对于学生 所有修习记忆教育的学生来讲 这个记忆竞赛是他们整个三年来学习 里面最重要的一项的一个竞赛 那这一次的比赛里面 也非常感谢世界高中 特别承办了这一次的一个赛事 让我们这次的赛事 能够非常顺利圆满的一个成功 同时师傅也在影艺厅举细成果竞泰展 学生们端出的作品五花八门各有千秋 例如复理国中长期生根的玻璃记忆 就是跟新竹市的玻璃文化有关 透过玻璃记忆的学习 除了让学生锻炼技术以外 也希望他们能从中照到自我常才 因为我们新竹原来就是玻璃的 这个生产的一个有名的地方 那这个玻璃我们想说给学生有一个另外一片天 所以让他们从这个原乡的这个地方的产业的特色来学习 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记忆方面还有因为玻璃艺术嘛 也算是可以有让孩子培养他们创作的这种的田地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在以前的校长 就开始推动到我这样子 前后有十多年的这个历史 教育处指出 技职教育鼓励孩子从实作中学习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升学读书 有的人适合学习以至之常 而提供适合的环境 让每个孩子都能持续精进自己的专业 真正让校园成为知识的游乐地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